国会通过了能源转型措施及其他修正法案 在法案下 政府提出六个主要建议 加强我国的能力来规划和发展低碳 安全 以及具有价格竞争力的能源系统 确保我国能源市场和相关基础设施的监管框架 能够符合未来的需求 贸工部第二部长陈诗龙一生 为修正法案提出二读诗说 首个建议包括设立由新加坡能源市场管理局管理的未来能源基金 初期将注入50亿元 以便在能源转型的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投资 从而加强我国的捷径能源安全 此外 能源局也有权向受益于能源转型举措的机构或消费者 收回同能源安全 市场开发和脱碳相关措施的成本 部长也指出 我国去年宣布将设立中央燃气机构为能源领域集中采购和供应天然气 修正案赋予能源局权力监管中央燃气机构 通过规模效应获得更多元供应来源 以及更优惠和更长期的天然气合同条款 确保天然气供应可满足电力需求 减少电价波动 修正案也授权能源局在紧急情况下推行配电制度 以维持能源的稳定性 但他强调当局就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实施配电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打赏